县市长的选举倒数计时了 辅选方式呢 真的是越来越激烈了 有两名前民进党员呢 昨天就出面来表态 要力挺国民党的县长候选人翁崇军 而且呢竟然还当场这样子 打了自己狠狠三个巴掌 表示说自己错了 力道之大呢 不请打到脸都快肿起来 现场人士也傻眼 连候选人都不敢看他一眼 他提起10名闻 来买关民进党 靠哦 我错了 第三个 我要向家宜官 所有这些管民人致歉 三个巴掌声响 不用麦克风收音 也传遍全场 注意看 这可不是假动作 每一巴掌都清楚有力 用力打在脸上 打到脸都发红了 由绿营转头蓝音 民进党嘉义县前党员蔡丰文 真的是豁出去了 三个巴掌的脱稿宣示动作 一旁的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翁崇军 看了也傻眼 痛着脸 蔡丰文强调 自打巴掌 是自我惩罚 游律转蓝的 既犯律的陈警皇表态力挺翁崇军之后 两度策反两名前绿营支持者 这一回用的方式 真的是痛到令人印象深刻 中间新闻陈一帆 郭小琪嘉义报道